记者邱淑玉新北报道,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今天前往土城居宜兰县同乡会,媒体询问有关对手苏贞昌说那牛是否资源行政不中立,侯友宜还没听完问题便冷笑几声后说,总统蔡英文昨天在屏东同乡会的发言,更是用国家资源汇入党的竞选机器,对新北市民不好,不公平。 侯友宜补充说,蔡英文昨天替苏贞昌展台时,提出苏当选新北会有大建设,对于市民相当不好,每个政治人物心中要有民众,永远要摆在第一,选举只不过是个过程,做好市政才最实在。 媒体询问,苏贞昌在许多场合都谈及自己过去的政绩,也批评朱立伦施政毫无建设。 侯友宜表示,每个时代的县市首长都会为地方留下政绩,我们都抱住感恩的心情,这几年新北市推动三环三线,公共托育,国民运动中心,老人仗兆关怀据典等,都是老县长时代没有的,政绩应该是要往好的方向一棒一棒堆叠上去,让新北市更好。 另外,新北市已会决议通过对于失业劳公子女教育经费比照公务员补助,侯友宜说志爱难行,让苏贞昌直言该翻桌。 对此,侯友宜回应说,其实新北市是全国为二地方政府推动这项补助的,而且还优于中央,这部分应该是全国一致性,中央地方一起并肩作战才是正确的方向。 ^^ 110 110